大家好,我是酷彩修缠 这个视频咱们重点点评一下西图泳池方向 结合个股北方西图,无矿西图,英洛华,宁波,俊生 技术分析仅过参考,读住我们一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表达 那么像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视角的话 咱们前面多次讲到上方压力 一,900点的位置,二,950点的位置 当前的距离压力其实已经比较接近 但是还有一点点空间 那么对应的 对于这有结合五分钟的走速结构来去看待 那么当前应该观察怎么样呢 从776点位以来 它走的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五分钟的走速的形上 那么这个位置的回落 它没有破前面这个位置高点 它还是以五分钟的大线段上的一个表达 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考察的一个基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五分钟线段下 不接触前面高点 可以当成五分钟的大线段上 用三类埋电的一个视角去跟 但是后面再观察的话呢 对应的从高点位以来 那么它的一个走势推演 例如说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是由五分钟枢扩张 可以作为升级为三分钟枢去用 也许说在900点一带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节点 如果说后面向上 对应的力度和它比 和前面相比力度是逐步衰竭的 那么反量能也没有放大 那么反弹同样的是以找卖点为主 那么同样的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压力附近次级别或者内部结构 有这样的一个背磁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它向下拐头的概率会极高 好 那么对应的什么情况下 它才能够高看一线呢 放量中央以虚命 向上突破了压重的压力节点 就是三类卖点不成立了 然后的话呢 内部也没有背磁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它还可以高看一线 或者说呢 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五分钟 上下上下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延续 好 这是西多勇士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向下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把前面 837点位 作为一个最短周期的防守位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所谓防守位 就是后面一旦快速跌破 反守站不上来 那么它的一个结构就会 发生逆转 这个逆转的话 就可防范的是走一个反向的五分钟结构 好 这是对于西多勇士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再结合个股 例如像北方西土 那么北方西土的话呢 当前不知不觉 日线一笔上已经 沉迷 而且呢 在延续中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它来讲 美中不足 一根阳线 2月7号 2月9号 以及今天 它的阳线的实体是不断收窄的 量能 是不断的收窄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反弹 上方 一个是景仙位的一个节点 一个是 144年均线 144年均线的位置呢 在46块 四毛五 它是一个沉压的节点 所以这个位置呢 向上 如果说不能方亮 这个位置呢 向上不能去追高 而是呢 把它作为一个破位反抽 反抽的话呢 那么 再往上 如果说力度不强 这个位置 以向上呢 整体来讲要找 卖点为主了 那么再结合五分钟结构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剧情 当前是可以把它当成 这个位置呢 严格意义上讲 这个位置只是一个 一分钟中枢的延伸 那么对应的 可以把它呢 把这个一分钟枢下沿 作为一个方向位 向上 比较的是和前面 是否有被迟 如果说呢 向上 有被迟 找卖点 放亮 中央打破被迟关系 那么呢 它才能高看一线 向下的话呢 如果说把下方的 这样的一个前面低点 快速跌破 反而占不上来 这就是一个 纠错 或者是防范的卖点 向上的话呢 是属于找被迟的卖点 那么如果向上 没有被迟 量能也放出来了 你才能高看一线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对于北方西土的 一个观察视角和态度 而且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这个位置呢 是用单阳不破的 一个维度去跟 那么后面的话 去也是给你一个 涨定百分位 靠近五军的一个节点 短线的话呢 实际上已经有足够的 获利的一个空间和机会 后面的话呢 就是如何巧妙的 找卖点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五矿西土 五矿西土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五分钟中枢 逐渐当中 也是属于单阳不破的 一种状态 但是呢 对应的同样的上方 40元一带 40块6 它是一个高地点的半分位 也是140元的位置 它是一个中央的压力接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只要保持这种 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还能够继续去跟 然后我们再结合五分钟结构 五分钟结构的话呢 那么当前同样的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组件当中 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呢 准备再看一分钟的一个结构 为什么说是 用一分钟去看呢 用一分钟的一个推演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一分钟的中枢增浪 而且呢 小周期来讲 它呈现了一个小的收敛结构 接下来的话呢 会面临去方向选择 或者是长阳 或者是长阴 只是个人上更期待 能够给出一根中阳 或者是给出一根 长阳 那么防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下方把三千 把三十四块钱的位置 快速跌破 反正站不上来 一分钟三卖 一分钟三卖的话呢 就是你的 修错或者是 必须要离场的一个条件 那么如果向上 同样的 向上的话呢 你要观察它的量的 能不能跟上 量的能够跟上 那么呢 这个位置 它甚至可以当成一个什么呢 例如说五分钟 上五分钟下 五分钟 先端上 先端下 一分钟呢 攀整上 这个位置做一个一分钟呢 就作为这样的对应划分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后面回落 但是呢 能够立马收上来 它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中枢 去用 而后的话呢 走向上离开断 这是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用一分钟的走势 生长为五分钟中枢的一个 五分钟走势 类型的一个 节奏 或者一个 推演的一个方式 这是对于五况系统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可以用最小级别去跟 最小级别的话呢 把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如果说 给足快跌 跌破 反周 站不上 那么呢 先 避险 反之 如果始终呢 站一站 破一下 立马收上来 或者不破 那么最终呢 看它方向选择 向上选择方向带亮 那么呢 高砍一线 向下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先减 等它调整下来 内部有被迟 前提不破 再找新的低期的节点 这就是属于节奏的一个把握 好 这是五况系统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英洛华 那么英洛华的话呢 它叠加了系统 也叠加了军工 今天呢 它是属于给出这样的收板 而且它前面 调整的 位置呢 正好到140年均线附近 那么这样的一个掌停板的话呢 就比较稳和咱们前面讲到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上方 它的压力节点呢 在八块五一带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一个是140年均线 是它中期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节点 通知的话呢 这个位置又可以当成一个小的 小平台的突破 所以后面的话呢 一旦给出单阳不破的视角 或者贴五军 或者是有这样的回路 是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可以让去跟 好 这是英诺华的一个表达 如果说结合产品结构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是属于典型的五分钟的 可以把它当做 五分钟的盘整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 同样的不 这个这样的时间节点 不坚定去追 但是呢 如果都回落 那么它完全可以给出一个五分钟的 三连买点 期待五分钟三连买点 从六块五毛一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好 五分钟现在上 五分钟现在下 五分钟现在上 五分钟现在下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 后面如果说给五分钟现在下回落 连前面的五分钟中枢上沿都不接触 那么就属于五分钟三连买点 那么短线的 应对视角 好 后面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 这个位置 它能够 保持 保持温和方量 然后呢 沿着五分钟的爬升 你再用均线的视角去跟 即可 好 这是英国华 那么同样的 结合它的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呢 在2021年 一二三季度 业绩是属于稳定增长的 那么呢 年报预报还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再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宁波运升 宁波运升的话呢 那么它的表达也是属于调整到140年均线的节点 然后呢 反复 一样交替 今天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中央反暴 量能的话呢 是微微有起来 前面再加了日线MSD底背离的公正 像这样的视角怎么去跟呢 同样的 纠错 把阶段性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了一个小周期的去直升 如果说快速 就能把这个去直升跌破 收不上来 那么呢 这是纠错 你只要把纠错的问题 或者止损的问题 能够提前解决掉 那么你交易会变得极其冲锋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个节点 它是可以当成小周期的 写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突破的 突破回踩 今天呢 是一个反暴决认 反暴决认的话呢 那么后面可以用 不管是贴的五军也好 可以用低息的视角去试 试对了 那么呢 它可以 这个位置可以继续稳不走强 是错了 那么呢 破了这样的去直升线 其次的纠错 离场 好 这是 宁慕运生 只不像这一只股 它是有一定的一级之声 2021年1到12月份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0万到 4.5个亿到 5.4个亿 与上年同期增长 150%到200% 有一定的一级之声 当前的话呢 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点 如果说这样纠错了 就是破了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支撑的基点 也就是以今天这种阳线作为用单线不货的视角去跟 如此而已 它和 英若华的区别 就是它没有涨停 而且的话呢 它的年报预保是已经公布出来的 好 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就是同样的板块 那么不同的个股 它的技术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所触发的买卖点 也是不同的 所以说呢 区别对待 好 这是 对于 稀图指数 以及呢 北方五矿 以及呢 向英若华 宁波运生的 残论结构下的一个推演的视角 请过参考不准没一句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